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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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在这个单元最后一个part 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到底怎么样来编写一个CMD文件呢? 我们来做一个范例练习1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空的专案 并键入以下的程式码 于面.c 档案中 那我们下面的程式码就是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码 主要是要列印出test这样一个字串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程式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从console这样的视窗 来秀出一些字串 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让这程式能正确的编译执行呢? 当我们按那个小瓢虫的符号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整个console的视窗 会出现下列的信息 下面一长串信息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arrow 错误 他说这个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就说这整个program 没办法放到记忆体当中 所以请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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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告诉你这些 例如说.test size 0x1817 page 0 好像我们看到.test这样的资料 如果我们需要所有程式 程式码 没办法放到记忆体当中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那解决方式 我们就是回到CCS glory 我们返ош Gosh 我们去debug 這個專案下面有一個 Debug的目錄 那Debug的目錄下面有一個 .map檔 副檔名是MAP 就是 Uni9-1 下面有一個.map 我們把map檔打開 當把map檔打開之後 我們看到裡面有一個錯誤訊息 有個叫Fail To Allocate 它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正確指派到 記憶體中 .txt 這樣資料 the program 沒辦法放到記憶體當中 看到這個Fail就代表我們整個 程式沒辦法執行的原因 所以如何解決呢 這邊解決的方法 首先步驟一 我們要做一個修改 就是說原本我們的CMD file 做記憶體配置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讓我們 這個程式碼放到 原本CMD file所描述的 記憶體空間大小 所以怎麼樣 我們自己來 重新引用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 舊的那個CMD file 我們要把它排除之外 所以說我們用一個新的CMD file 來重新定義 所以我們用exclude 那exclude 我們之前介紹過按滑鼠右鍵 有個選項是exclude from build 就把原本這個28027 underscore ram.cmd 這樣的一個明明文件 先排除在外 步驟二我們要連接其他的CMD 檔案 至於連接哪一個呢 那我這邊提供一個新的 CMD file 各位同學在這個時候 不需要重新編寫 我們只是要告訴各位同學 當你CMD file如果不對的時候 程式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至於連接哪一個 這個CMD file 我們可以到你 安裝CCS的路徑裡面 例如說 我們是安裝在TI2 下面有一個叫 control suite control suite control suite 下面有一個 device support f2802x v200 f2802x unrescope unrescope unres... unres... vslash cmd 這個 最後有一個 f28027.cmd 這個檔案我們把它加入在這個 專案裡面 步驟3 我們點選project的性質 就是點滑鼠的右鍵 最下面有一個properties 那properties下面進去之後 會有一個視窗 裡面會有一個選項是build 那build下面會有一個C2000 linker 那linker下面會有一個basic options 我們來做設定 所以步驟3是我們在這個設定下面怎麼樣 我們將 這個option下面 也叫做set c system stack size 就是把我們堆疊的size 空間我們填入0x300 那0x是代表16 位元的計算方式 0x300 所以當你進入到這個設定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視窗 這邊設0x300 當這三個步驟做完之後 我們重新再 debug我們的project 我們必須先存檔 再重新 debug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console的視窗 可以得到我們自傳的輸出 好 那範例練習2呢 我想我們來做另外一個練習 就是說 我們創一個空專案 並用我們專案裡面 內定的剛才用的那個28F 28027 onscore ram.cmd 在翻例1的時候 因為這個內定的cmd file不能用 所以我們置換掉另外一個 在這個翻例2的時候 我們就用它內定的cmd file 28027 onscore ram.cmd 這個檔案 我們在 執行檔裡面 我們在面.c檔裡面 我們打入這樣的程式碼 我們只做一個很簡單的宣告 我們叫int i 好 i是個 array 它是大小為10的array 分別 是從 鍵入1到10 也就是說 我們宣告一個array 那array的長度是10 好 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同樣的 我們來檢視 我們這個 debug目錄下面 那個副檔名為 map 那個檔案 我們看到說 裡面找到一個東西是 點1 constant 點1 const 這邊敘述了它的page number 以及它的70位置 以及說 我們在程式編譯完之後 組織完之後 所產生這樣一個資料型態 它的長度 那這邊長度是多少 是a 那我們知道 它這邊敘述是用16進位置 也就是說 10進位置是長度為10 也就是符合了我們剛才在程式碼中宣告 我們宣告一個 陣列 一個int的陣列 它長度為10 當我們程式編譯完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在點map檔裡面會記錄說 這樣的一個變數宣告 基本上它資料型態是點1 constant 因為它是一個長數型態的資料 它的長度為10 所以 點map file 告訴我們說 我們程式編譯完之後 每種型態它的長度是多少 而且你在cmd文件裡面 敘述的其實位置在哪裡 它這邊都會敘述 在範例3當中 我們一樣創建空的專案 並進入以下程式碼於面點c檔案中 我們一開始宣告一個int i 的陣列 分別放入1到10的數值 在後面我們做一個fold的迴圈 把這個 i 的陣列 我們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記得要用 printf 的時候 我們的程式碼就會太大 所以我們必須把原本內建的 28027-ran.cmd file 排除在外 要連接其他的cmd檔案 然後在上一個第一個練習的時候 我們已經跟各位講 要去連接這個cmd file 才能做正確的記憶體配置 那我們程式執行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我們console的視窗輸出 這是我們的程式碼 我們看到我們console視窗輸出 就可以把 i 的陣列 它裡面的值都顯示出來 所以同學可以回去做這樣的練習 在這個單元當中 我們介紹了一些例子 如何從我們的 cmd file 來看到我們記憶體的配置方式 也讓同學知道說 當我們要用printf 這樣的 function 的時候 它程式碼會太大 所以我們內建的 cmd file 就不能用 那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 cmd file 讓同學來正確的 compile 以及執行 最後一個練習 我們讓各位同學去列印出一個 真列裡面的值 那往後 各位如果同學要做練習的時候 當你在 compile 的時候出現一些錯誤的訊息 尤其是包含一些記憶體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各位要先去點 map file 去看一下 哪邊出現錯誤的訊息 然後是否你在記憶體配置的時候 不適當 然後再重新編寫我們的 cmd file